封兵乡亲渔民多半是靠海为生 从事捕鱼暗计采集工作 而不慎落海意外也经常有所闻 乡公所有鉴于此去年特别编列预算提报 相待会审议通过 添购200件救生衣 在今天上午发送给村民 也结合了封兵消防队和海巡署12岸巡大队 宣导海域安全 提醒乡亲要注意 透过一张张的照片 封兵乡公所将新买的救生衣 发放给各村族人以及渔民 同时也特别邀请封兵消防队 以及海巡署12岸巡大队港口安检所 岸巡人员示范救生衣的正确穿法 并进行海上安全宣导 加深乡亲渔民的海上安全知识 颁发救生衣的部分 我们也特别请到了 海巡署东部分属12岸巡对同仁 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正确使用救生衣 怎么样管理 怎么样保养 封兵乡公所有建于乡民靠海为生不易 尤其去年村民部落族人在暗季采集 失足不胜落海的意外频传 因此乡长江丽婷就特别规划推动 添购救生衣的计划 并提报乡待会审议通过 来保护乡亲渔民的安全 我们乡内确实有执行水域活动的乡亲们 家人们都可以来跟村长登记 那就是一村长给我们的名单 那我们就开始做一个采购 做一个从追加开始然后到采购 那这样的一个行政流程就到 今天就发放给各个就是有需求的一些民众 去年获得相待会一致审议通过 支持乡公所添购发送救生衣的提案 乡公所也透过各村村长调查 登记实际从事 暗季采集或海上渔业的民众 今年第一批总计发送200件的救生衣 乡长江丽婷希望每一位乡亲 从事渔业工作时 都能做好自身的安全防护 平安的满载而归 接着是玉兰风兵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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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打赏 线紫丝 在下载 问 软道和尔业用程中